還記得上一個週末嗎 政府發送了110萬封的簡訊 要大家小心 你的足跡跟確診者有重疊 到時大號驚慌 跟蔡總統說 不要驚慌 真的講得云淡風輕 能不驚慌嗎 你看到蔡總統的臉書 他禮拜天說 收到疫情警示簡訊 別驚慌 他講得真的非常非常的 這個小case 可是如果想想看 如果是你或是你的家人 收到這一封簡訊 你會怎麼樣 上課寫說 疫情示警 因為您曾於8月13號 到9月2號期間 與確診者接觸或活動的 軌跡重疊 如果在8月13號之後 曾經有COVID-19的疑似症狀 請就醫評估 或是社會篩檢站 裁檢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大概有20個人 就有一個人收到 那收到人想到 天啊 我最近有咳嗽 我怎麼覺得頭暈暈的 我覺得我猴王好癢 每一個人都很害怕 所以你要大家不恐慌 怎麼可能 要不然你就不要發 要不然你就要用更好的方法 來防毒或是來應對 講不恐慌這件事情 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意思 我們來看看蔡總統的民調 最近有一些很微妙的改變 這是我們TPBS民調中心 最新發布的民調 可以看到 這個算是桃紅色的這一條 是蔡總統的滿意度 你看到了他的滿意度 對不起 桃紅色是不滿意度 他不滿意度 在這個前一陣子 發生了高端解盲前 那時候很多很多的疑惑 你是不是在炒股 你是不是在 護衛特定的疫苗廠商 他那時候不滿意度非常高 來到49% 將近有一半的人 對他是不滿意的 我不信任蔡總統 你為什麼要幫高端背書 那個時候他的不滿意度最高 可是才過了大概兩三個月而已 今天的最新的發布 9月3號做的民調 蔡總統的不滿意度下降了 下降7%來到42% 可是他的滿意度 當然也微微的下降了 就是說對他不滿意的人 有7%的人說算了算了 我們原諒他好了 我們對他也滿意了 這種感覺 那為什麼他到底做了什麼好事 或者蔡總統他有什麼好的施政嗎 是因為我們奧運得冠軍嗎 是因為這個蔡總統 經常在看奧運嗎 所以大家對他的好感度 又回升了嗎 我們來看看最近有很多民怨 包括護航高端這個事情 還有疫苗政策 我們剛才講了很多 以及要紓困的五倍勸證爭議 那還有強推萊豬 像這個東西 一半被陳時中給擋住了 那個賤 那個不滿被陳時中給擋住 另外一半就被蘇貞昌給擋住 因為大家覺得是蘇貞昌 無能是蘇貞昌 很糟糕 推給蘇貞昌以及陳時中 可是他的隱身術奏效了 他躲在家裡 他在關底 他看奧運 他幫國手加加油 這樣子大家就說他好棒棒嗎 在總統府開party 你可以看到他推出來 像是蹭奧運 像是包括這些奧運國手 跟他站在一起 當大家可能也不能去說 我們的國家光榮 我們的奧運選手 你能罵嗎 不能罵嗎 他就很成功的 隱身在奧運的選手後頭嗎 這是蔡總統的隱身術嗎 確實 整個完全就是他的策略 蘇貞昌跟陳時中 好像那個台語不是說 那個跟森子嗎 這個篩子 他一直在那邊弄弄到 剩下最後的 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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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弄到最後 剩下一點點的渣渣 才影響到我一點點 我呢 全身苦使用彈簿 灰灰灰就好了 對他來講拍一拍灰塵 一樣 所以你看那個不滿意的數字 才會掉這麼快 前次講得沒錯 這些掉的數字 幾乎都是收割冬奧開始 你發現整個時間點 幾乎都是收割冬奧 然後把所有的責任往外推 你去看蔡文臉書 全部都是收割用 我跟你講他滿滿的韭菜 他那個叫韭菜臉書 滿滿的 全部都是 可是這就是為什麼 蘇貞昌甘為如子牛馬 因為他可以幫黨這些東西 他可以繼續保他的位置 讓他的新書 讓他自己的派系子弟 可以繼續享受 他可以一樣在國產 在國有企業裡面 安排自己的人 不就是這樣 這就是整個台灣現在 在民進黨執政下的政治現況 誰有在幫你 真正的在做疫苗佈局 誰在幫你做 你剛剛我們列的那四個 所以根本就是荒腔走板 亂七八糟 沒有一個東西 是在幫你想任何一件事情 疫苗政策 從頭到尾 蔡英文只有一個時間出來 你會發現這三個月高端 高端 對 打疫苗的時候 然後又要SPA LINE對不對 還有之前講說我們沒有炒股 對 他幾乎所有的都是為了高端出來 然後再往前一次 就是為了BNT 而且還是郭台銘逼他出來 就這兩個 請問哪一個是好事情 哪一個對老百姓來講 但是不重要 他只要臉書繼續再抹一抹 擦一擦資本 馬上又下來了 所以陳時中跟蘇貞昌很好用 大家每天在說什麼 會把他換掉 我從來不覺得他會換掉 換掉那個東西要跑去台語 好像感覺就是一個防護罩 或者是防護罩擋在他們前面 如果有民怨 這兩個人先行 這兩個人先被民怨給K爆 其實蘇貞昌就是一個 很明顯的例子 你看他的不滿意度 其實真的是越來越高 現在是48% 他的滿意度只有35% 所以蘇貞昌哪一天就被吃乾 他已經在拔鏡了 蔡英文總統是非常善於 把責任都推卸給別人 你剛剛有自己也講過 他很充分的利用東奧 去扭轉他的形象 我也譬如說 台灣的機力真的滿差的 你看就因為一個東奧 你就忘記了蔡英文的所作所為 但是我覺得蔡英文這招 恐怕會越來越失靈 因為你看110萬簡訊這個東西 他卻好意思講說 叫大家不要驚慌 去較勁 去篩檢站什麼... 我請問一下 現在還有多少社區篩檢站 不是很多城市不斷 已經降為二級了 現在哪有那麼多的社區篩檢站 而且更不要講 你知道嗎 有人事情發生了 這PTT上有人講的 因為他們接到檢訊 真的有點恐慌 所以想說去篩檢一下好了 結果有一些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告訴他說 像他們現在不接受篩檢 不接受篩檢 除非你發燒... 除非你發燒 不然不接受篩檢 那願意接受誰 新北 我做新北 新北就是 賀爾宜的態度就是反正不管 你要來篩就來篩 請問一下 你又不讓我篩檢 你又發這個簡訊給我 有一些人會想比較多 會不會更恐慌 你以為你總統 隨便這樣講幾句話就說完了嗎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真的是一個 她在政治手環這樣很厲害 都把自己躲在盾牌後面 可是你一直這樣做下去 你真的以為台灣民眾 真的是驚於腦嗎 其實你看即使經過這樣子 他這樣閃會閃得很厲害 可是他的滿意度 還是在緩慢下跌 對 他滿意度其實掉1% 是 他還是在緩慢下跌當中 至少沒有往上升 蘇貞昌也是一樣 蘇貞昌掉更多 所以代表其實老實講 民眾對民進黨的執政 整個是非常失望 現在疫情重新又有可能會爆發 如果這波疫情 蔡英文跟蘇貞昌還有陳時中 你們還是用過去那種 雙手一攤 魔力幾攤的話 然後就讓大家自己搞定 靠著台灣人的自律搞定 我看你的民調 恐怕會跌到30%以上 我們請鄭老師 解讀一下民調 蘇貞昌他的不滿意度 已經稍稍的上升2% 可是他的滿意度 的確又大幅的下降6% 他現在的滿意度 只有35%而已 是 我看到滿意度在下降 可是這個不滿意度停了 好像慢慢 但是我前幾天就到去一個畫廊 看過一個朋友 因為前一陣子都問一遍 裡面有兩個年輕的 小年輕的 中性 我第一趴講到這個鐵粒 說陳時中做得好 你還在陷害 陷害 但這兩個是中性 我就問說你們打得畢嗎 沒有 你們有沒有覺得不同 還好 那你覺得政府怎麼樣 還好 我說還好 我就開始 只好像上政論節目一樣 跟他講... 跟他講一堆 那我就說你去看 2月26號吳思懷那個質詢 事先都跟他講了 他們因為沒有一個尺度來衡量 第二個我發現說 這老闆還不錯 都跟他們照顧 都還有薪水 那他們年輕 他們覺得說我們身體還可以 所以對外面 我們講的這麼東西 對他們年輕人相對無感 所以他就是我們急得要死破破條 那就是沒有破在眼前 他這種情況是這樣 資訊又進不去 還好 還好 我說你自己去顧問 我就跟你講 他才稍微有一點轉變去關心 這就是我感到一種很無奈的 就是說他們在這種 就這種媒體情況 那川英文 我是有看他這個 他很會搞 三不五四就跟你講兩下 弄得漂漂亮亮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還有一個層次是這樣 老百姓有些東西 不太願意知道 因為他知道之後發現 他滿無力的 他滿無奈的 知道這個蒙的頭蓋 只有什麼人 你今天看那個真的是開商店 那個小商家 那個真是蹦蹦跳 那真的是特別是這一次 我那天我去吃蚵仔麵線 他看到我說很久不要看這樣 他就是很擔心 如果再封一次 他說說這一次我大概就要掛了 因為他第一波挺過去 第二波挺過去 他說這一波如果沒有再給我 那我撐過去 我溫思也有對我來 因為他已經就淡盡冤絕了 房租 然後你他三個月 這兩三個月都沒有收入 他已經真的是撐不下去 所以這幾天稍微解封 他真的是輸一口氣 那這樣的明月 會反映在什麼樣的情況 這些本來就已經很抱怨 可是我還是真的希望說 年輕人或者 你們出來憑良心弄 我們如果沒有給這個政府 再更強的壓力 就回到阿南德講 面對可能是一個最糟的時刻 他們不要在那邊糊弄 不要在那邊搞東搞西 然後在那邊吐僥倖 吳思華就跟他講說 你太臭屁了 什麼世界要看我們 這太自信 跟他講所有應該的競果都競果 結果所有不應該發生的都發生 真的是很害怕 是 賴幼稚 這一波還不是最嚴重的 我很擔心9月13號 因為大學生要開學了 你覺得幼兒園都已經是這樣子了 陳時中你不該趕快上警發條嗎 你不該給老師打的疫苗 我趕快下去 因為大學生的活動力 不輸這些小朋友 更強 小朋友可以被你關在教室裡面 你覺得這些大學生 那邊彈個鋼琴 外面喝個泡沫紅茶 題外變道後面的 我們以前政大後面 情侶裝霜對對 請問一下 我們的醉夢溪旁邊 你如何防得了這些病毒 你幫不了 那你大學生沒有疫苗 老師也沒有 也沒有打完 那台灣下一波Data你玩得完嗎 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覺得老師應該全部都給他打下去 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現在就請您 拿起手機開啟新聞大白話的 YouTube頻道 訂閱 分享 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另外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對準 掃描 下載之後 您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聞 也讓您在疫情期間可以趨吉必休 10秒之後 一七零零新聞大白話 那我們